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阿法达那给我的体会蛮特别的 在科学中的人 为了利益 所以他都是外在的 科技的 占有的 贪婪 非常有趣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影片里展现的人 是肉体的肉欲 所代表的一切 一个完全丧失了 灵魂道德的人的生命 而那另外的人 对吧 另外的人 被他们攻击的那一方 他是用心对话 用生命的灵魂对话 所以正式表现出 善与恶的区别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跟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我也跟大家描述过 我说2015大审判 有朋友说2015一部审判 你明年 陶哥你就别说了 你说的审判 你以为的审判 跟我说的审判 你以为是一样吗 米开朗基罗 画在梵蒂冈的 大审判 每天 几十万人去看 他会留下几十万人的 不同的对他的理解 而他画出的大审判 是生命已经分出层面了 越靠近神的 他更像个人样 离神越远的 他不是像人样 他却像鬼样 那在人进出的 那个小门的 那个位置上 米开朗基罗画的是 炼狱 也就是说 当大审判来的那天 那人的道德 已经不是一般的鬼 是 只能被抛入到炼狱中的鬼 而这里指的一切 是人的灵魂了 好 是人的灵魂了 那反过来说 这样的审判 是对人生命的审判 对人的灵魂的审判 对不对 当真的审判开始了 那 那可能所有人都吓坏了 你以为你看着了 当你在人中看着的时候 你已经没选择了 人中的法律的审判 仅仅是一种表象 是给人机会 给人机会 什么机会 就像我说的 这个 这个 电影里的那个Jack 他曾经是带来灾难的人 结果后来又成为了灾难 这个阿凡达的拯救者 所以人允许你犯错误 但在你明白之后 你又可以成为拯救者 他讲的是生命的这种理念 我觉得对今天的现实 非常具有意义 这是在我个人当中 我个人的理解了 因为那个朋友 问我一个问题说 2015大审判的故事 那可能有人认为讲的 没听懂 可能有人认为讲的是这么回事 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现实的生活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我的眼睛里 共产党就是魔鬼 他魔鬼到什么份上 五中全会本身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事情 而五中全会之前 给党定了很多规矩 其实这个规矩是非常有来头 香港的《征明》杂志报道 这么说的 习近平李克强警告高层 离心的失利 我个人觉得 这都是他们自己的描述了 我只能这么说了 是他们自己的描述了 《征明》杂志 11月号的报道提到说 国务院中共中央13号下达命令 说各省市什么党委了 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了 第二个 五中全会前夕期间 要延止发生大的伤亡事故 伤亡事故 有些那就意思 很多情况是故意的咯 对不对 因为他可以在有效的时间里控制 除非你不干活 人家说你抬杠就这么回事 那你干嘛出这个 他该死的时候 该出事就出了 对不对 天津大爆炸就出了 你愿意让他出吗 我觉得这事不是抬杠不抬杠的事 有时候你从他自理行间 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第三个 防止规模性的上经上访事故 我们看到的一切 他下的规矩对着谁 对着人 对着他权力一下 为什么 他害怕 他害怕什么 他知道要出事 才会说这 我觉得这就是这么回事 而这里他特别提到说 20号下达的准则和条例 称最严的党计计 确保中共党内的意见高度一致 这个我们评论很多了 结果在《证明》杂志里 他也提到说 这样的 这样的说法 绝对是针对中共中央委员高层的 说明中共高层四分五裂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看我节目 是这么得出来结论 还是人家真的就这么分析 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 准则也好 规矩也好 是在五中全会之前拿出来 拿出之后开五中全会 那不就给中共中央定规矩 是给开会 是在给京西宾馆的人开会定规矩 如果给下面定规矩 他们保持一致的话 那应该是五中全会当中定规矩 中共中央全体成员一致同意 给党员定规矩 定条例 那你听着多给力啊 是不是 说你看 中共是一体的 中央是整体的 你现在是在开会前立出规矩 然后牛脸打开会的 你信不信 BBC的报道 网易中央 新疆日报前总编辑 赵新卫被双开 网易中央 五中全会前 第一方不得网易中央 谁叫地方 对不对 中央以外的都是地方 你别说河北省是地方 山西省 不是 大家有一些概念 对不对 今天不属于主政人的范围之内的 都是地方 江泽民也是地方 曾庆红也是地方 你要明白这道理 他失去了今天现实的权力的时候 就是地方 所以用他是打人的 打谁的 打曾经有权力的人 打那些敢网易中央的人 敢跟中央说不的人 敢跟今天主政的人两条心的人 你得这么看问题 对不对 然后他说的贼狠辣 他说准则条例 应可在信 作风建设 落细落小 这假这词用的 念不过来 但这是新疆日报说的 引用谁的话呢 张春贤 新疆的自治区的省委书记 他能保住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 新疆日报前党委书记 总编辑 副社长赵新卫 应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网易中央被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 直接移交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话这很别扭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是违反国法的 那我们不知道 这个比较 就你要听这个概念 网易中央是违反国法的 网易中央是违反国法 开除出党 双开 然后移交司法 这个真是 这不仅仅是跨年度 这叫跨时代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 这墙后这个桥怎么搭的 非常有趣的 这桥怎么搭的 就是说今天 在过去的十年里 十五年里 得烟抽的人 挣了钱的 升了官的 发了财的 反正甭管怎么着 他的士徒很高涨的人 今天遭到 搏梗子上 被放了无数把刀 任何一把刀 都能把搏梗子给切断 你现在就是 你让我的话 就是报应 对吧 在大屁股崛起的年代 幸福的人 今天遭报应 残酷的报应 被谁报应 被党报应啊 被他曾经效忠的一切报应啊 被他曾经拥有的权力的报应 被他所认为最为称道的这个社会 能够满足他欲望的 这个制度的本身的报应 那这种做法 我就后面有他评论了 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你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政治剧率是什么 政治规矩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网易中央给干掉 那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他玩真的 英国的媒体呢 反应非常快 另外一篇报道 新疆日报的编辑批评北京反恐 被开除 文章讲说 调查发现赵新卫 网易和公开反对政府的新疆政策 他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星期一的报道讲说 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暴力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 赵新卫的言行不能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保持一致 那卫报在报道的时候讲说 在新疆有针对中共统治非常强烈的反叛 那北京对异见分子采取了特别严厉的镇压 那环球时报报道说 那些不负责任网易中央大政方针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或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 或歪曲党史军史的将受到惩罚 我不知道这话怎么解释 对不对 今天主政的人过去都是反革命分子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 对不对 那他确实落实了 确实干了 确实人头落地了 那这种做法的本身 是纯共产党的做法 而被砍杀的这些人 其实都代表着真正背后的势力 新疆是周永康控制的最严密的地方 从上至下控制的最严密的地方 大家还记得 让领导先走 对不对 这个大火烧死了那么多孩子 所以共产党的存在 共产党的官往上走的势处 就一定是踩着鲜血的 他不踩着血上去 就与党旗是中国人的鲜血 国旗是中国人的鲜血的 本身的品质相违背 他就不可能诚实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